狗狗呕吐的情况常发 但是在呕吐后精神尚好 我们可以视为医生菌进行观察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狗狗呕吐的原因 常见的原因有寄生虫感染 食物不耐受或者轻微的肠胃炎 根据它们呕吐的频率 呕吐物的多少 以及呕吐物的形态 来辨别可能为哪种感染 比如说寄生虫引起的呕吐 会有虫子被吐出 呕吐频率不高 狗狗仍然有食欲 精神不受影响 这时我们就需要根据狗狗呕吐出的寄生虫类型 选择药物进行治疗 若是肠胃炎引起的呕吐 我们需要调整饮食 喂食易消化的食物 减轻肠胃的负担 若是呕吐频率过高 就需要去医院注射 止吐消炎症了